今夜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们昨天在这里,在高雄举行礼仪 这边的团体不大,但是有一些很好的消息 有一对夫妻结婚 也有一些新的成员加入教会 我今天要谈的议题 它一部分是上次的一个积蓄 另外一方面,我想抓住魔鬼的一个技巧 欺骗人的一个技巧 因为他会利用一个半真理来欺骗人 半真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真理是相对的 魔鬼两可 这个是一个古代中国就有的一个概念 也可以说道教的这个阴阳 都是没有完全真假 都是相对来讲 这种观点,它在当代的世界有一个形式 就是辩证论 我今天不是要谈哲学 但是我们要稍微理解这些相关的概念 否则我们会被撒旦欺骗 特别是在现在的世界 在现在的世界,撒旦他利用一个方法 他就是把一群人说服他 这样子才是对的 比如说美国是对的 又把另外一些人说服他说 美国是坏蛋 现在俄罗斯比较对 他要解放整个的世界 我们之前也是看过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把整个的世界分离成两个因 然后这个两个因要斗争 实际上背后的一个理论是说 不可能有完全对和完全错 所以在这种斗争里面 就会有发展 会有一些进步 他们要的就是一种一直不断的改变革命 然后来打赏这个进步 这个所谓的进步是什么 就是我后面有盖一个新的房子 可以象征一个巴比伦塔的建造 反基督他是要造自己的一个王国 就是跟神的王国跟神的秩序相反的 所以他想要盖这种巴比伦 就是每一个各种民族 各种背景的人都要服侍他 服侍什么 就是建立这个王国 他又需要资本主义 又需要工厂主义 他又需要美国有他的立场 他又需要俄国有他的立场 在现在 我想现在我们今日的那种 那个战争 乌克兰战争方面 所以 到底 魔鬼的欺骗在哪里 我们 要分成两种 我们首先要说 这种相对主义 他是错 就是一个 一半 就是真理到一半 他也是假的 就是 比如说 你如果结婚 然后你听到你的太太 她是 就是 中到一半 他是 对 他是中 他是中到一半 那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通奸 这个就是 就是 迫害一切 所以 一个 真理到一半 他不是真理 他是欺骗 他是骗局 骗局 所以 所谓的 所有的 这些 宣传 要么是 美国内方 要么是 俄国内方 其实 都是一个 一个 相对的真理 然后 实际上 是要 欺骗 误导 人家 当然 这些例子 不是在 那个战争 出现 是在我们 日常生活上 也是常常出现 那 在 一般 思维会说 东方思想 也就是 那种 没有绝对 对 也没有绝对错 大家应该都听过 这种 这种 某人两可 的 思维模式 他是来自 魔鬼 因为基督 他说 我是 阿门 我是 真理 所以 跟随我的 人 信徒 他要 说 是 就是 说 非 就是 非 其他的 都是来自魔鬼 其他的 是什么 其他的就是 哦 是 但是 还有一些考量 不是的 在基督 在上帝 身上 只有阿门 跟 跟对 所以 有 正义 有 犯罪 有 神圣 有 腐败 邪恶 但是 那种 思想 就是 某人两可也好 或者是 那种 在俄罗斯 现在 推广的 那个 那个 说法 他不是没有根据 不是没有根据 魔鬼 他 就是 上帝的 敌对 所以 实际上 神 自己 他 允许 魔鬼的 存在 他 允许 这种 敌对 他的 一种存有 存在 表示 神 认为 这个 有他的意义 有他的意义在 还有 在 罗马书信 圣保罗 整个的十四章 你们也可以看 在整个的十四章 他 谈就是 这些犹太人 他们不信了 然后 透过他们的不信 许多外邦人 反而找到信仰 比如说 他在 十四章 十一节 他说 难道 他们跌倒了 也就是要完全 掉下来 不是 他们的跌倒 也就是为外邦人 也就是外邦人的得救 为了 为了 让他们 更有热忱 这些外邦人 所以 也就是因为 那些犹太人 他们的 反对基督徒 他们不接受基督 迫害 迫害基督徒 迫害教会 反而 教会的信仰 更热切 所以神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 我们 从这里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就是 真的有 那种 辩证论的 影子 但是 很关键的差异 也就是在于 不是 两个是相对的 我们 我们接受 那个某的两个内容 思维 我们就 会认为 两个都是相对的 善 恶 相对 对 错 相对 什么的 不是的 神 真理 生命 天国 是绝对的 但是 这个不排斥 跟它相反的东西存在 不排斥 所以 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平衡的水面上 我们不会说 哦 魔鬼 它 就是 也跟上帝 一样 绝对 也一样 是必然的 没有 它就是坏的 它不是 有它的好处 不是有它的好处 它就是死亡 它就是 邪恶 是污染 来自它 所以我们 绝对 要跟它打仗 排斥它 藐视它 讨厌它 讨厌它 我们要全心 贴上 神 它的真理 它的生命 才 会有天国 才会有救恩 所以 我们就 今天 透过这些反省 我们可以发现 魔鬼它怎么样欺骗人 它怎样利用 这种 办真理 它会说 哦 就是相对的什么 不是的 的确有那些 相对性 而不是相反的 那种 呃 辨证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变化 有大有小 嗯 所有的 世界上 有有有有天有有有有 有有晚上 等等 但是 在神身上 没有 魔鬼 没有恶 所以 呃 我们回到这个 美国俄罗斯 那个 战争里面去 就是 呃 目前 呃 魔鬼在背后操作 他是要 呃 呃 许多人死亡 要 在这种 呃 对对立 在这 呃 那种 呃 战争里面 慢慢建立他要的东西 然后他要 呃 让这些他要的世界 变成一个客观的世界 也就是呃 呃 人没办法避免 一定要接受他要建立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 所以 呃 呃 他的目的就是这个 所以反基督他呃 呃 会说你们没有选择 只有我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 所以他会呃 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理 但 这个是假 因为他就就是不是 呃 他不是拯救者 基督他才是真理 他才是道路 他是他才是拯救者 但是反基督他会利用这个世界的败坏 这个世界失去神 失去真理 来建立自己的世界 然后 要 迷惑所有的人 拉到他那边去 也就是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 几乎所有人 他们 要么 在支持美国 要么在支持而国 嗯 几乎没办法 呃 或者是 呃 两个都支持 那种也有 但是这个跟通奸是差不多的 你你你你又跟这些人在一起 又在那些人在一起 嗯 这个表示你根本没有什么原则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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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不是 呃 避免的 避免迷惑了 是 陷入更严重的 迷惑 所以 我们就是要知道 呃 不要太相信 我们看到两边的逻辑都有出入 都 都是 口头讲的一套 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 不要太相信 两边都不要太相信 也不要太支持 因为就是会支持 呃 杀人 呃 行为 好 我们就 要 草民 我们邀请求 我们 主给我们智慧 嗯 让我们认识他 唯一的真理 唯一生命的来源 I mean 祝福各位